大家好,我是半瓶醋 今天我要來聊聊火線淘寶 2007年的冬天 兩名年輕的軍火商大衛和伊芙倫 為了想要一夜制服 而接受了美軍與阿富汗間提供軍火的標案 但兩人很快的察覺到自己將身陷危機當中 因為片商在行銷的時候 一直在宣傳這部電影是最後大丈夫的導演 陶德·菲利普斯的作品 不知道會被有人誤以為火線淘寶也是一部惡搞電影 可是話說最後大張夫其實是一部懸疑推理電影喔 至少第一集是了 不管怎麼樣還是要來說明一下 乍聽劇情介紹 這部電影雖然劇情很誇張 可是他所描寫的其實是一段很有真實感的職場經歷 想到這邊可能會有人有意見 啊這部電影就是改編自真實的事件人物啊 怎麼會是假的呢 欸 這樣講也不對啊 人家林肯也是真有這個人 怎麼就有改編作品說他是吸血鬼獵人呢 所以囉 真實事件所改編的電影 不一定劇情就一定帶有真實感喔 好吧 為什麼我說這部電影很有真實感咧 因為小弟我現在就是在創投的環境中打滾 每天急急盈盈 不斷希望能夠找到投資者 合作夥伴與客戶 然後我過去在當小員工的時候 也曾經目睹過政府標案 再加上我個人 還曾經有幸去過塔克拉馬干沙漠 也親眼見到過拿著步槍的檢查哨 所以電影當中的故事雖然看起來很誇張 但是那些人際關係與商場競技 對我來說簡直寫實的不得了 觀賞這部電影的觀眾們 如果是職場人士的話 肯定會很有共鳴 因為他描寫人際關係的改變與商場的扭曲這一點 是真的做得很成功的 基本上 火線淘寶的劇情格局 很像四海好傢伙 賭國風雲 與偷拐搶片這類黑幫電影 只不過電影的焦點只集中在邁爾斯泰勒 與喬納希爾兩個主角身上 支線較少 事件也沒那麼多 故事相對的單純了很多 邁爾斯泰勒所扮演的主角 其實在一開始時 並沒有太大的志向 但他顯然無法忍受持續在加州幹按摩師的生活 然後又因為經商失敗 為了養家活狗非得賺大錢不可 電影找了一個超正的女生來演他太太 這女的正道我都要懷疑男主角到底怎麼追上她的 不要誤會喔 邁爾斯泰勒看起來是不醜 可是他在這部電影裡面的螢幕形象 就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 而安娜·德哈馬斯 這位既有主見又有超漂亮的女生 跟他配對實在讓人覺得很違和 好呗 這種安排也算是一種勵志 總而言之 電影在主角的家裡面擺了一個善解人意又超漂亮的老婆 主角想要照顧太太與小孩了 賺錢養家就自然變得相當具有說服力 而喬納希爾所扮演的那位沉迷於八面煞星的油條朋友 一看就知道他是很刻意地在模仿埃爾帕西諾的表演手勢 不過這也是電影中那個角色的特色 即使他在電影裡面所演的角色是個心機很重的人 身為觀眾我還是很難討厭他 看來喬納希爾真的很有觀眾緣啊 這部電影的主旨很簡單 信任你的夥伴,維持你的誠信 只要你保持這種初衷就算違法也沒有關係 因為在這部電影裡面 就連政府單位其實也是很灰色地帶 總體而言 火箭淘寶是一部小型化的四海好傢伙 因為他有很多角色的內心獨白 來讓觀眾更加了解主角的遭遇 舉行風魁路轉又不拖泥帶水 所以觀眾進電影院可以好好的認真享受整個故事 感受角色所遇到的各種問題 要知道 在現在這個單調的續集電影充斥的年代 要找到一部在觀賞之前不清楚結局走向的電影實在太不容易了 所以你能看到這種專心的描述角色 心路歷程與人際關係的作品 簡直令人心曠神一樣 在哪裏 在哪裏 這個名字就會跟著地震 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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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